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上一條影片都提過 上得來明星世界一號 當然是和大家走一走這艘船的設施 現在事不宜遲 Shift Visit 系列明星世界一號 馬上開始 雖然這艘船由四樓開始 已經是客人可以進入的地方 但是四樓和五樓主要都是客房 四樓當然有一個醫療室 但那些我們就不方便進入 所以這條Shift Visit 的影片 我們就會由這艘船的六樓開始 現在我們正身處於六樓的船尾 這裏就會有星夢餐廳 其實就是這艘船的主餐廳 船表裡面已經包了 我們簡單進去看看 這裏就是主餐廳裏 這邊 這邊主餐廳 就是一層樓高 主要都是一些圓桌 早午晚餐都有 有的 因為這一個船是他們的首船 所以還有一些背景 放在這裏 這艘船最特別 其實就是它的主餐廳 向著船尾 全部都落地玻璃 清楚看到外面了 另外裝修也有很多不同的 希臘式的石像 這就是主餐廳 我們現在先去看看 這次 繼續六樓已經在船中間 其實有第二間船票 包了餐廳 Pavilion 白味軒 不過要看一看 剛才在六樓船尾 是不能直接通到這裏 反而是要上回七樓 去船中間 才可以 都簡單進去看看 好 這裏 白味軒入面 環境就是這樣的 它一樣有些報票的物品 很快已經回到七樓 我們繼續在船尾 這裏很重要就是有一個劇院 我們如果在這裏 這一層進去的話 其實就已經在台旁邊出去 不過一般情況之下 真是去看表演的時候 其實都不會說 給客人在這一層進去 除非你是皇宮套房 他們在前面留了一些位 就在這裏 否則的話 普通的客人都會在八樓 在上面那一層進去 然後到後面 進去這些地方看表演 這個就是這隻船的 Sodiac Theater 每晚都會有不同的 production show 在這裏 我們繼續走 從劇院走出來 現在往七樓船中間的方向 首先我們看到這條走廊 本身有很多椅子 所以可能走得累 可以坐一會 在左邊這裏 其實就是明星世界一號 其中一間特色的 收費餐廳 思路花舞 中餐廳來的 Sill Grove 可以這樣看一看環境 因為這麼早還未開 再繼續往船中間方向走 其實這個地方 就是賣souvenir 這一刻未開 我選了早點和大家一起遊船 不過開了 其實就會是這樣的 賣一些衣服、杯麵等不同的精品 繼續往船中間 這裡一進去 其實就已經是這隻船的大堂或中庭 望到那邊的櫃檯就是服務台 這裡會有很多椅子 會有Live Music的表演 會在這裡玩Bingo 如此類推 先過來這邊 其實就有Lobby Café 會有不同的Pastry 會有咖啡等等 但在我們繼續往那個方向前 走兩步 可以看一看 7樓繼續船中間 這間地方有另一間特色收費餐廳 星延 西餐的有A la carte 有Z 雖然這一刻門就關了 但其實昨晚我已經拍了少少片段 看完這裡繼續走回去船中間的方向 近一點和大家看看服務台 就是這樣的 繼續穿過去 會幾特別的 7樓船中間這裡 因為是好幾間特色收費餐廳的集中地 首先我們會看到 Blue Lagoon 其實在以前 星夢遊輪年代 或者例星遊輪年代 都是很出名的特色餐廳 東南美食 價錢不貴的 50元至70元不等 都是吃蠟沙 蠟子雞 蕃茄偶麵 那些 這裡就是Blue Lagoon 另外 這裡看著 就已經是 我之前影片提過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Matcha Ice 珍珠奶茶 雪糕等等 現在這一刻未開 因為都是一個一組 很好的 價錢就大概這樣 再繼續過去這邊 都是之前條件有提過的 就是甜品會 昨晚有看到 很多不同的蛋糕 放在這裡 稍後補一張照片給大家看 那邊就是賭場 我們就不會進去 亦都不方便拍攝 我們轉回左手面 看看最後的小小東西 這裡就是另外一間 收費的 特色收費小食店 就是一間Pizza 一間Pizza的店 昨晚兩兩拿過他們的價錢 其實那間70元 有一個完整 好像不知8吋 還是10吋的Pizza 相當之特別 不過晚一點才開 除了Pizza之外 還有一些Pasta 去到這一邊的角落 就是買了一些紀念品的地方 這一刻它遮住了 昨晚都拍了一些片段 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食物 亦都有一些杯子 遮瑕的東西 7樓 看完了 現在我們可以慢慢移私去到船 的8樓 好 很快就來到8樓 這一層是比較多購物的地方 我們走到這個位置 看到會有Duty Free 不同Duty Free的Item 因為好做 所以還未開 我們繼續走 護膚品各樣都有 香水等等等等 那邊有間房間是一些高額的賭注 所以賭場不拍 繼續走 八樓船中間 都是更多不同的Duty Free各樣 兩邊都會有 這邊會有一些包包 如此類推 我們在這裏呢 就會看到有些手錶等等 不過都是那一句 這麼早 全部東西都還未開 我們在中間這裏 看回去 就是剛才我們7樓經過的中庭 所以如果那裏正在播放一些電影 或者有些遊戲在玩 你不想坐在下面 你在8樓這裏 坐在旁邊的椅子 都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我們繼續往船尾方向進發 步向8樓接近船尾的地方 這裏有一個糖果屋 除了有 退兩步 Lindo瑞士朱古力之外 不知為何還有人心 有一些反石樓的飲品 這邊有三角朱古力 還有其他食物 很多糖果 我們繼續走 這裏 就是這隻船的日餐廳 海馬日式餐廳 我想這裏就是師傅主理壽司 然後裏面有廚房其他熱食 繼續向這邊走 看了地圖 這裏是一個火鍋的餐廳 大家看到它的設計 特別是像一些印度菜 其實這隻船 的前前身 即是儲類星號 這裏真是一個下落的餐廳 這裏後面再進入 就是回到劇院 剛才都已經看過了 大部份正常 不是套房的客人都會在這裏 進去看表演 八樓看著那麼多 現在我們就繼續往上走 十二樓船尾 我們先看看 麗刀這個自助餐廳 其實九樓、十樓、十一樓 都是客房的地方 所以就沒什麼特別的東西看 十樓是有一個皇宮套房 專用區域的 這次不住套房就沒得看 這裏就是十二樓船尾 麗刀自助餐廳 其實空間都很足 這裏有其中一邊 有咖啡茶 這裏有不同的自助餐item 麵包、水果等等 那邊都是一樣的 那邊都有更加多的位置 OK 這裏都會列得幾清楚 到底每個station有什麼 這裏有沙律 這邊會看到不同的食品 有些形容為國際美食 眼看下去不錯的 繼續往船尾走 其實這裏自助餐廳就有這裏 看到室內的地方 還有室外的地方 裡面這裏就開了五晚餐 室外的地方主要就是宵夜 幾簡單一些輕食 室外的地方就是這樣 都和大家裝一裝船尾的地方 剛剛也提過 十樓船尾是有一些皇宮套房客人專用的區域 旁邊就有些餐廳等等 因為我今次不是住套房太遲覆了 所以呢 就沒有得入這個 看看 皇宮套房客人專用區域 OK 那這裏十二樓船尾看完 我們就一路往船中間 船頭方向走 好聊 往十二樓船中間地方走 室外甲板 第一樣見到 就是這隻船的滑水梯 我是有帶到泳衣想試的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很大風 其實有點冷 所以看看怎樣 應該未必有機會 同時在這裡設置很多不同的沙灘椅 早安 早安 這裡還有一個泳池 走近一點和大家看看 有泳池 而且因為這隻船之前的設計 泳池這裡比較好像希臘神話 所以仍然會見到很多石像 泳池旁邊有 Jacuzzi 可以用的了,你可以浸泡 另外這裏也有石雪糕的地方 也有些額外收費 但現在這麼早,當然還未開 那邊有人,早上8點吃雪糕 繼續進入室內 室內有幾樣東西 首先我們進來左邊看看 就會在這裏的Fitness Center 很快看看 健身單車,跑步機 不同的健身器材 FREE WAIT 都有的 這裏有飲水機 簡單單的健身中心 這裏有兩個叫做FITELITY POOL的東西 我想是一些水溫不同 好像浸衣溫暖一樣 就在健身中心旁 在那邊 看到還有很多希臘神畫的設計 這裏 其實就是一個沙朗來的 剪頭化的地方 這一刻刪除了 不過少少片段 昨晚拍了 裏面情況就是這樣 繼續向12樓船頭走 這裏有一個VR體驗館 雖然這一刻是關了 但昨晚都拍了一些片段 裏面基本上就有一些不同的VR 例如PRISON 有一個像開飛機一樣 還有很多不同的遊戲機 可以給大家付費去玩 這就是大致上的VR和遊戲機中心 繼續往12樓船頭 就是POMCORD 一個非常大的地方 有些Lounge 你可以在那裏喝東西 享受一下靜點的時間 景觀挺漂亮的 因為全部圍著都是落地玻璃 很大的地方 真的可以在那裏 relax 晚上當然會有Live Music的表演 可以在那裏跳舞 中間那裏其實是一個舞池 可以在那裏跳舞 那裏當然有酒吧 非常之美的地方 走近一點點的玻璃窗 OK 這個就是12樓船頭的POMCORD 現在我們可以繼續去看這隻船 去到13樓船頭 首先第一樣見到的就是 LITTLE DREAMERS CLUB 小小夢想交天地 一個KIDS CLUB 這個小時未開 裡面當然有些不同的program 頭兩個小時是不需要收錢的 往後就有些收費 就是這樣 出塞埃 出塞埃 去真的船頭船頭看 真的有些大風 然後 上去就真正船頭船頭 無遮擋的地方 可以看到海景 一望無際 非常大風 我看到我的camera 開始不太頂得住 所以 13樓船頭 先看著這麼多 現在我們往船中間 船尾方向繼續看 走回去 有些遮擋的地方 馬上沒那麼大風 這裡 就是一個 露天的海鮮燒烤酒吧 當然 燒烤的東西 酒吧的東西 早上都是未開著的 但是有這個燒烤餐廳的option 可以選擇 繼續走 看看 看回去就是剛才看過的 泳池 那裏就是那條滑水梯 其實現在這樣看 都應該蠻好玩的 一路轉下來 就落在那個位置 OK 繼續走到13樓的船尾 十三樓船尾 當然首先看到 煙通啦 不過真的不太能拍到 Logo 拍到嗎 我們 再走進去尾嘟嘟 那裏 直升機的停機坪 走近一點 跟大家看看吧 其實原來昨晚香港中樂團呢 有一個live broadcast直播 就在這隻船的這個地方去做的 不知道大家昨晚有沒有機會 在網上直播看 OK 那另外一邊呢 都是十三樓船尾的地方 就是有一個籃球場 這個地方好一點的 會不會有些人覺得 好大風 怎樣打球呢 但是因為這個位置 剛剛縮了進去 所以都OK 十三樓船尾都看完了 這隻船可以行得的公共設施 都和大家看過 我找個地方沒有那麼大風 簡單和大家做一個wrap up 很快就和大家走完 這一隻明星世界一號 一隻七萬五千多噸的中型郵輪 之前的影片都有提過 前星夢郵輪的船隊 我其實真的欠這一隻 沒有由頭到尾走勻 今天都完成了 雖然自國境遷 這三隻船已經各有方向 雲頂夢熊 明星世界一號這兩隻船 當然就是在明星世界郵輪旗下 之前香港行很多的世界夢號 有一個沙地阿拉伯的買家買了 他會改名 然後主要提供中東那邊的航廁 不知明星世界一號 接下來會不會再加新船 有的話 希望可以有機會 再和大家一起上船去看一看 到時再算 說到這裏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喜歡這條片給個讚 分享給朋友 明星世界一號 這隻船和大家行運了 你們最喜歡哪個地方 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最重要當然是訂閱我 訂閱之後按旁邊的鈴鐺 我一有新片出來 立即收到通知 今天的影片講到這麼多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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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2 0